在浪漫之都法国 一位年仅20岁的女学生 过生日的那天 独自去看了一套出租房 在租房广告的图片上 这套房屋看起来精致又温馨 价格也十分实惠 妥妥的雾美下连 然而她不知道的是 租房广告不过是诱惑十足的诱饵 这个可怕的陷阱 正等待着新猎物的落网 2018年9月7日 这天是星期五 也是女孩索菲利奥奈20岁的生日 索菲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 攻读经济管理硕士 为了赚够学费和生活费 她刻余时间在一家酒店 做夜间的前台服务员 这天早上 索菲下了夜班后 并没有回家休息 她换上了衣服准备出门 她约了上午9点钟 去看一个出租房 看完房之后 她打算乘坐进两个小时的公交车 回家跟父母家人一起吃午饭 庆祝她20岁的生日 索菲在生日这天去看房子 原因有两个 一是索菲是个开朗 乖巧 勤寸又独立的女孩 她不想成年以后 还继续麻烦家里人 生活上面 现在也都是靠自己封衣足食 因为上学和工作的地方离家太远 她打算自己租个公寓 这个租房广告 是她在网站上看到的 每个月水电全包才350欧元 而且还是单独的卧室 浴室 厨房 加阳台 房主在广告里 特意提到 适合单身学生住 这个价格和这个配套 索菲很中意 第二个原因是 用自己挣来的钱租个房子 是索菲送给自己20岁的生日礼物 她认为这样做很有意义 然而索菲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看上去条件好 且价格低的出租屋 却暗藏陷阱 索菲这一去 便再无踪影 彻底从人间消失了 9月7日中午 索菲的父母和哥哥妹妹 早早准备好了大餐 等索菲回家吃饭 却始终等不到她的生意 打电话 也是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 家人虽然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 但是并没有往最坏处想 毕竟索菲上学和工作的城市 离家也有一百多公里远 他们心想 也许是索菲突然有什么事耽误了 或者是被同学朋友临时拉去兴盒了 所以才没有及时回到家 可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转眼就到了晚上 家人还是没有收到索菲的任何消息 索菲向来乖乔董时 从来没有像这样 把家人晾一边不管的情况 一家人就这样等了一天 第二天清晨 索菲依旧没有消息 一向和索菲非常亲近的妹妹 此事再也坐不住了 她联系上了索菲的朋友 决定和他们一起去警局报警 然而到了警局 警方却并没有把这个报完当回事 警方认为 索菲是二十岁的成年人 也不是小孩子 没准是昨天跟朋友醉酒的 现在说不定在什么地方还没醒酒 这样的情况 警方见得多了 警方的警力有限 没有精力往寻人这类事情上下功夫 于是警方就打发了索菲的妹妹回了家 警方虽然做事不管 但索菲的朋友和妹妹非常了解索菲 他们认为 索菲的失踪一定不是最久这么简单 由于不想这样干等下去 他们只能自己想办法找人 于是 他们先去了索菲的学校 询问了他的同学 导师 这两天有没有见到他 同学和导师听后说 他们今天都没有见过索菲 还奇怪他怎么没来上课 就连手机都打不通 学校没找到人后 索菲妹妹 接着去了索菲打工的旅馆 因为索菲白天在学校的缘故 她一般只上夜班 索菲的同事表示 7日早上交班后 就没见过索菲了 索菲离开的时候 也没有任何异常 只说要抓紧时间去看房 索菲虽然和妹妹提过 要去看房的事情 但是房东是谁 房子具体位置在哪 索菲没说过 大家知道的信息十分有限 随着时间的流逝 大家心头都笼罩着一种不祥的预感 索菲妹妹突然想到了一个方法 她立刻回家 打开了姐姐索菲的电脑 现在网络科技发达 只要在网络上搜索过 就一定会留下痕迹 就算是删除了浏览记录 一样可以恢复原状 索菲电脑最新的浏览记录 是一个网站 这是一个分类广告的网站 索菲妹妹发现 索菲在几天前 点击了其中几套公寓的信息 其中一套是这样介绍的 私人公寓有35平方米 配备了电暖器 有独立厨房 浴室 阳台 水电加房租等所有费用 仅需要350欧元 从图片来看 房屋装修精致 阳光充足 如此好的房子 只要350欧元 这样的配备加价格 算是非常实惠的了 别说是索菲心动了 可能任何一个租客 都会为此心动 索菲妹妹挨个点开了 这几套公寓的联系页面 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情 有人在租房的帖子下 回复了两条信息 大致内容是这样写的 约好了看房 可到了网站上写的地址时 联系人 却让去附近的公寓 等到了联络人所说的地址后 又被放鸽子了 再给联系人打电话 就已经播不通了 发布这个回帖的是两名女生 他们还表示 让后面想要租房的人警惕些 因为这个联系人不太靠谱 觉得蹊跷的索菲妹妹 立即拨打了房东的联系电话 但是没有打通 哪怕后面换了一个手机 再拨打也不行 这让索菲妹妹心生疑惑 她觉得 这几套公寓可能是幽灵房 姐姐可能是遇到了什么危险 这里说的幽灵房 并不是只闹鬼的房子 而是说 这个房子的信息资料 与实际情况不符合 这也是很多中介 惯用的隐客手法 正当索菲妹妹 犹豫要不要去一探究竟时 索菲的男友传拉了一个信息 她说 自己和索菲最后的联系 是在7日早上8点左右 索菲给她发了一张街景照片 然后就失联了 手机拍照 会存下照片的具体信息 传输给另一个人时 这些信息也会跟着发过去 索菲妹妹发现 这张街景拍摄的地点 是在彼氏维莱尔 这里距离西尔蒂盖姆镇 还有20多公里 与出租屋公寓上填写的地址 相距不远 索菲妹妹认为 索菲很有可能 就是在彼氏维莱尔失踪的 于是索菲妹妹和朋友 赶到了彼氏维莱尔 他们按照公寓出租地址 找到了那栋楼房 他们拿着索菲的照片 逢人就问有没有见过 可惜都没有人见过索菲 楼房的保安 也表示索菲没有来过 以上种种人证 让索菲妹妹坚信 姐姐就是租到了幽里房 她很有可能 是被人绑架带走了 索菲妹妹拿着搜证的信息 再次来到了警局报案 她严肃地告诉警方 姐姐索菲真的失踪了 不是恶作剧 也不是假警 她请求警方出动警力寻找 这次警方终于警觉了起来 2018年9月10日 当地警方正式立案侦查 同时也发布了索菲的失踪信息 希望见到她的人可以打电话提供线索 然而索菲就和人间蒸发了一样 消失的无影无踪 随后 警方根据索菲妹妹提供的出租公寓信息 筛选出了三个可疑的电话号码 调查后发现 这些都是预付费电话卡 这种电话卡是按照面值数额购买的 比如花了5块钱购买 那么通话费用达到5块钱后 这张电话卡就没用了 想要查到这种预付电话卡的通信情况 一般就是靠警方查询信号发射塔的记录 这种卡用后编作废 很容易让不法分子钻空子 经过反复仔细的筛查 警方最终确认 这三张电话卡都曾在彼时维莱尔使用过 并且还有一个号码 一直和这三张电话卡同时使用 于是警方对这个号码产生了怀疑 如果说出现一两次是偶然 可一直出现在同一区域就不对劲了 警方通过移动公司 查找到了这张可疑电话号码的用户 当名字出现的那一刻 电脑前的警察愣住了 这人可不是陌生人 是他们的老熟人 可以说警局里有两代警察 都和这个人打过交道 这个人叫做让马克赖瑟 1960年出生在法国为来 十年58岁 他毕业于巴斯蒂亚地区行政学院 曾经在邮局教育系统里担任过要职 也就是说他曾是公务员 最初家人都觉得马克前途稳了 毕竟是在国家体系里工作 可没想到才过了几年 马克就被辞退了 接着连续30年的时间里 他都在和当地警察打交道 马克有一个坏毛病 那就是喜欢对女人动手动脚 他仗着自己1米87的身高 和力气的优势 经常偷窥和跟踪女性 1987年的时候 一位销售吸尘器的女士 在进入马克家后离奇失踪 至今没有找到她的遗体 当时马克作为嫌疑人被捕 法院经过审理后 认为证据不足 陪审团当庭将她无罪释放 1997年 法国穆尔托的海关 在一次例行检查中 从马克的车上 找到了武器和药品 还有被他侵害折磨的女性照片 以及偷拍睡觉妇女的照片 其中包括了他的女朋友 和偷换的情人 这件丑事的曝光 让马克丢了铁饭碗 但他没有醒悟 反而变本加厉 马克失去工作后不久 就又侵害了一位 搭他顺风车的女性 由于当时的行政技术不先进 案件一直拖到2001年才侦破 马克也被判了15年有期徒刑 不过他在监狱里表现良好 提前了5年出狱 2011年出狱后 马克为了改头换面 重新开始生活 考入了斯特拉斯堡大学 但是毕业后 一直是无业游民 当地警方经常会接到盗窃案 调查下来都和马克有关系 可每一起案件 都因为证据不足 压根不能把马克绳之以法 这也因此 让警方对马克尤为关注 总想着抓住他的尾巴 将他送回监狱里待着 在警方调查到马克和索菲失踪案 有关系后 警方迅速锁定了马克的位置 在2018年9月15日晚将他抓住 同时警方还搜查了他的车 发现马克汽车的后备箱内 有许多药品 有对抗焦虑的药 有安眠药 还有尼龙防水固 刀片的工具 这些工具 乍一看是没有问题的 可拘到了一起 并且出现在马克汽车上 就不大对劲了 警方认为 索菲失踪和马克绝对脱不了干系 于是警方拘留了马克 并且进行了审问 不过马克一再表示 自己并不认识索菲 更不可能杀害他 但疑点在于 公寓出租广告的电话联系人 确实是马克 如果马克是无辜的 那他为什么要在网络上 挂这些虚假的租房信息呢 经过警方调查 这些房子都不是马克的 但是其中有一套公寓的照片 是马克母亲家的 结合之前在租房帖子下 两个女孩的回复 可以看出来 这些虚假的租房信息 应该是马克故意散播的 目的就是寻找单身的女性下手 警方推断 马克约人来看房 如果是单身的女孩就带走 如果是结伴来的 马克压根就不出现 让他们自己离开 但是根据马克交代 这些租房广告都不是他发的 是有人盗取了他的资料发布的 可警方不相信他的证词 向上级申请了搜查令 打算进入马克家里查找线索 待警方进入到马克家后 他们再一次傻眼了 因为马克已经提前 把房子打扫干净了 毫不夸张地说 房间里连一丝灰尘都没有 家具摆放整齐 被子和衣服 也是马得整整齐齐的 不过马克忽略了一点 现在已经不是30年前了 如今的行政技术 不断更迭换代 只要发生过的事情 总有办法能还原出来 警方利用紫外线荧光 在马克的屋内搜查后 发现了线索 要知道 紫外线荧光配合一些化学物质 是可以扫描出血迹的 马克的浴室里布满了血迹 看着十分恐怖 除此之外 警方还在浴室的地板和墙壁上 发现了许多刮痕 说明马克曾经用刀 或者其他利器 在墙壁和地板上 反复来回刮擦 警方根据现场血量检测推断 索菲很可能已经遭遇了不测 并且他很可能已经被分解了 浴室里的刮痕 很可能就是马克分解索菲的遗体留下的 但这仅仅只是推测 马克在狱中拒捕认罪 警方也没能找到索菲的遗体和更多证据 无法给马克定罪 所以案件就此陷入了僵局 为了破局 随后警方和索菲家人 以马克家为原点 向外面扩散 寻找索菲的下落 可是一连搜寻了多天 都没有找到索菲 警方只好将现有的证据提交 正式起诉了马克 不愿意再让他走出监狱 危害社会 警方为了尽早找到索菲 还请了心理专家和马克谈话 试图公布马克的心理防线 可马克就是不说 甚至还对心理专家 做出了骚扰行为 面对这样软硬不吃的罪犯 当地警方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只能等法院审理 但由于警方并没有找到索菲的遗体 所以警方推测 索菲遇害的事实 不被法院认可 案件也就足足被搁置了一年 就这样过了一年多 索菲失踪案成为了悬案 就在所有人都打算放弃 寻找索菲的时候 事情竟然出现了转机 2019年10月23日 斯拉特拉保释警方接到报案 一名徒步爱好者 在格伦德尔布鲁赫森林 发现了人类骸骨 这片森林距离斯特拉斯保释 大约40公里 平时都是徒步爱好者去游玩 警方来到现场调查后发现 骸骨被埋在土里 最初被发现的头骨骨头 应该是被雨水冲刷出来的 警方在挖掘后 拼凑出了一具女性遗体 经过法医鉴定 这些残骸 就是失踪了一年多的索菲残骸 按理来说 人被埋在土里 是不会这么快就只剩白骨的 而且埋葬的位置不集中 警方据此推断 索菲应该是在被马克残害后 就遭到了无情的分解 最后被马克埋在了森林里 这里距离案发地远 也不是什么热门的景点 如果不是被雨水冲刷露出头骨 可能还要再过几年才会被发现 在警方找到索菲的遗体后 案件再次被提起 马克也被以谋杀罪起诉 虽然他本人依旧不认罪 可如今证据确凿 马克是抵赖不掉的 2020年 马克和律师交谈后 终于承认了罪行 但是他表示 我不是谋杀了他 而是失手杀了他 这也就是主观谋杀 和过世杀人罪的区别 前者判得重 后者稍微轻一些 据马克交代 他是在路边见到索菲的 当时索菲手受伤了 他好心邀请索菲 去家里包扎伤口 可是在过程中 他对索菲产生了预念 想要侵犯他 索菲与他发生了激烈的对抗 马克没控制好力度 不小心将索菲给打死了 事后马克感到害怕 就想要分解索菲 再带到偏远的地方抛弃 马克的这番说辞 并没有得到法院和警方的认可 他们认为 马克是通过发布虚假租房广告 诱骗单身女性进门实施侵犯 最后将受害者杀害逼分解 在第一次庭审时 马克的几任前女友也出庭作证 他们均表示 马克有非常严重的暴力倾向 只要不顺他的意愿就会被打 鼻青脸肿都算是好的了 最严重的时候 他们甚至会进医院 他们最初都不同意做马克的女朋友 但是马克会尾随跟踪他们 在半野敲他们的家门 直到他们点头答应为止 其中一个前女友说 马克不让他社交 时时刻刻都要他待在身边 有一次他反抗了马克 就被带去了一个偏僻的森林里 遭到殴打 马克还扬言说要杀了他 有了这些佐证 当庭很快就有了决断 虽然马克提出了要做精神鉴定 想要以此来逃脱法律的制裁 但被法院驳回了 2022年7月5日 上来英审法院陪审团议意见 判处马克无期徒刑 22年内部的假释 马克不服判决结果 毅然决然上诉 他坚称 自己犯的不是谋杀 而是过失杀人罪 如果马克上诉成功 那么他的罪行 就只有故意殴打和过失伤人 最高也就30年有期徒刑 好在2023年6月20日 法院维持了原判 判处马克无期徒刑 曾经多次逃脱刑罚 屡次犯罪的马克 终于要在监狱里呆完这一生 再也无法出来害人了 在犯罪成本过低 而被人诟病的法国 这已经算是重判了 对于那些受害人家属来说 所幸正义从未缺席 一位死者在天之灵 最后还是想和大家说 天上没有掉陷笔的事情 一般掉下来的 很大可能是陷阱 生活中多点警觉心总是好的 你们觉得呢 如果喜欢咱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订阅频道哦 打开小铃铛 第一时间接收上新消息 感谢收看本期超级侦探 听离奇案件 平摆为人生 我们下期再见